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就好很多 那现在的话就是稍微有一点就是傻傻哑哑的 然后还有一点点小咳嗽 大概剩下这些症状 对 不过在隔离中应该更可以 很多最近新竹的新闻可以让你打发时间 对 人在家中坐棒球场天上来啊 有这么如雪片飞来的新竹新闻 应该也都在你居隔的时候也都看到了 今天其实最重要最关键的一件事情 因为昨天我就听说 突然来自于调查局的消息 跟一些朋友在讲说 确认本来立法院的司法委员会 是今天要到新竹市调善去视察 那当然呢 这些委员是想要给这个余正宏 也就是先要被破背锅的妈 就是被这个林志坚说 是抄袭他论文的这个学长 要去大战找他 那昨天一听说 最后这个行程取消跟延后的时候 我就很好奇纳闷是什么原因 就今天中文时报所写出来的原因是说 是因为调查局长证实 于正宏今天就要到台大的审定会去做说明 那么你怎么看 他终于要出现 这个非常非常关键的这位当事人 我自己就认为他如果要帮林志坚背书的话 早就已经不管声明或任何的形式参加记者会 那么这个时候拖到现在来 要到台大去才要跟我的母校亲自说明 你我不认为他他会这么的这个 自己把学术还有自己的名誉放到一边去 我希望他能够坚守自己的学术上 自己的名誉要捍卫 你的看法呢 对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 当然进到了学术审议委员会的阶段 谁都没办法回避嘛 因为毕竟当事人一定会被需要方传唤 然后并且要说明 不管是说你这个论文产生的过程 或者是你到底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子 一个高度重复相似度的论文出现在 这个世界的另外一个人手上 那所以这件事情一定会被传唤 那我觉得我自己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有几个比较不太理解的地方 包含像是说 我前秋节应该还记得先前就是李梅珍的事件 其实当时李梅珍的事件一被爆发之后 其实被他抄袭的另外一位作者 就原作者 立刻处理什么事情呢 他就直接去控告李梅珍违反著作权 所以如果说今天像比如说林志坚的这一件事情 以台大的这个案子 因为他有两个案子嘛 我们先讨论台大 但台大这个案子 如果说林志坚他真的觉得自己是被抄袭了 像他自己讲的他很有原创的事情 而且他真的站得住脚 其实很简单一个动作 他不用去告王宏威 他只要直接去告于正皇就好 没错 这样子的话其实台湾的 就是你直接去告完之后 其实于正皇就必须要出来说明 但是林志坚并没有选择这样子做 那不知道是因为师兄弟情谊 还是因为什么东西 但是看起来现在于正皇的状态就是 他省引了这么久的一段时间 那昨天其实我本来也有收到这个考察通知 是大概中午的时候取消的 我本来想说取消是为什么 是因为就是那个什么 不是柯建民总招还跳出来讲说 不能这样办考察 对 但我想说国民党应该 不当干预 但我觉得国民党应该没有这么怕柯总招吧 我不知道 所以后来中午说要取消的时候 就觉得应该领领约觉得应该可能是有什么事情 那于正皇人就还在调查站 他还是一个调查的在后来站的员工 公务员 那他按理来讲不会人间蒸发 所以我觉得在他去说明的时候 可能就真的会把他自己所知道的事情 一五一十的讲出来 那我觉得这样是一个还原真实状况的一个说法 因为现在看起来的不管是记者会或陈明通的事前之声明 看起来他们的讲法就是他们也没有直接讲于正皇抄袭 他们只是一直强调他们有原创性 但是论文的抄袭这件事情并不是说 我今天提了大纲比较前面 或者是我先有这样的一个资料在前 他应该是说你这一个写作为什么同样的文字错字 或者是同样的一些用试人意 诠释的方法 两边都会发生一模一样的状况 我想这个应该台大的审议委员会一定会严价的整办 毕竟他已经影响到学校的效率 我想这个应该是所有的校方教授都不希望看到的一个状况 所以这个很奇怪 因为记者会上还 甚至大家都已经于正皇于正皇 全台湾人都知道这个名字 他已经呼喊他很久了 他最近应该有点红 对反而记者会上一直要讲于圈圈 或者什么图卡都还是于叉叉帮他孤影其名 所以这个的确是大家觉得奇怪 如果说林志坚要捍卫自己的权利 或是要强调自己有多有善意的资料提供 并不是抄袭的话 真的很简单就可以理清了 可是他花了这么大的形容词的包装 善意的资料提供等等却讲不出来 那么除了这件事情 所以你认为今天于正皇应该可以到台大去 把事情说清楚 这牵涉到他自己 接下来还在念博士班 然后或者他跟他自己的家人 他有家人还有朋友啊 他有他的信用啊 他总不能这个背锅一辈子就这样 但是也有人说 反正你先背一下 撑一下以后就会升官发财 官运无限啊 对这怎么有点像是那个黑道小弟出去背锅 然后出来 关个十年出来 还可以变老大吗 没有啦 我觉得还是要相信 就是台湾的学术伦理生意委员会 那背后当然有听到 确实我们在地方上也会听到很多耳语风声 说什么调查局施压什么 但这个都是大家的gossip 你也没有证据嘛 就是如果真的有人去施压或什么的 那于正皇要不要接受 那也是他个人的选择 但我觉得就像潜秋节刚刚讲了 如果这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出来做任何的表述 对因为像那时候我记得林志健的案子一出来 其实几个教授就都发一些声明出来嘛 对那如果说于正皇在这件事情上面 他真的扛了吞了 那他应该也会发一个声明啦 所以我觉得有一些传闻中的东西 当然我们听听就好了 可是最后还是依照这个学术审理委员会 到底他们决定是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是已经变成一个全国矚目的案件 他也会变成全球学术界矚目的案件 对啊真的身为台大的毕业校友 真的希望赶快就是好好的 鸿岸是台大什么系的 我是台大资工资讯工程 对对对 不是国发所不是国发所 你看看大家一听到国发所就是这个反应 这个是害了学校系组 大家人人自为吧 就会觉得就是怎么好像 就是国发所变成是一个 好像大家会被嘲笑 像其实中华大学有点这种感觉 是因为另外一个学校就是刚一讲到这个 中华大学也是一个召集人 审定论文的压力太大了嘛 中华大学系主任 本来要担任系主任的 来做召集人的审查的管理系主任 马 马恒 对不起 任马 马恒 结果他就以身体因素 身体扛不住了 压力太大 就请辞了 换了一个召集人 你看看苏宏达本来也是在他们记者会里面 被指指的对象 要求台大把他换掉 还可以自己指定召集人 那么所以中华大学压力一定也很大 更况他直接伸手 然后董事长都跑去提告了 压力一定跟台大又不一样 其实简秀姐听到这些新闻真的会觉得蛮难过的 就是台湾的有几个事情应该是 是怎么讲就是行政要中立 或者是说不会有所谓的政党 或者是执政党的压力 就是这是像学术是一个 那比如说医疗有医疗伦理 或者是说司法 或者是我们讲说这公务员的行政等等 这几件事情其实应该在台湾 我应该说在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 这几件事情应该是有他自己的一个 价值的标准跟系统 那这个系统应该他要能够维持 他是一个全球 大家通用的标准 而不是说今天好像因为要省的人是谁 或者说要省的人是什么样的党派 或者是要角 他就会承受到这么大压力 这代表的是我们台湾在这件事情上面 不管是说从媒体的角度 或者是社会大众关注的角度 或者甚至从有一些就是执政党的重大 重要官员们在这件事情上表态的态度 已经影响到学术的伦理的中立性 我真的必须要这样讲 我就讲一个最简单的 我自己在外面讲 我也都只是觉得说 我看起来是夸张的 但是我还是会加一句就说 我们尊重学校学术伦理 我以为会胜一点点过 但是我们的总统 我们的蔡英文总统 他第一时间是在林智坚的脸书下 直接写说你辛苦了 然后把他定调成什么 这个是选举的抹黑 或什么是苏贞昌院长 跟蔡英文总统都这样定调的时候 请问你这些教授 他们的压力山大 所以你知道其实我觉得 这些教授 我觉得他们可能一辈子 八竿子都想不到 他们会变成一个社会舆论 竹命的焦点 他们会参与了一个社会 重大的案件你知道吗 真的 所以这些教授 我都可以觉得是 他们在家里面 就是自己当然一定是 对学术伦理很清楚 他们也觉得这种案子 说真的啦 这种学生抄袭 或者是学生什么的案子 进到这种委员会 大家开会就是一番两点 或者是大家讨论一下 过程或什么 那也许指导教授出来讲一下说 这学生他穷斥过程 大概有多少比例 可能是他自己 真的有在做的事情 那最后大家讨论出一个结果 That's all 不会有一个说什么 教授他还会说什么 要考虑这个 说会不会查水表 这当然都媒体会说 你会不会太怕查水表 你会不会怕这个省出来 如果不公正 会被大家说 你中华大学 或台湾大学是猛秀 然后你回家 可能又要跟家人 家人会担心说 你会不要去拿这个啊 以后再也拿不到预算了 总统都说没事 你怎么可以说有事 我可以讲一个重点 科技部的这些预算 这是所谓国科会 以前我们讲过 国科会产选合作预算 你未来还要不要 你会不会思考很多 所以当你会思考这件事情 表示你不相信 台湾的民主是独立的 所以我觉得这整件事情 看起来就是 当然大家都觉得啊 就是差于放后的消化 可是我觉得看起来 真的蛮难过的 对 学术的标准哦 好像至少还没有 法定的标准 可是司法不一样 球场就所谓的双主菜 除了博士罗文 还有球场的问题 球场的问题呢 已经让四个球员受伤 才开打两天就闭目了 这样 那林哲轩是这样 扑个球 抢个球 一个比赛下来 居然让他的肩膀 严重的受伤 现在可能要开到 那当然 昨天林志坚就在脸书上 发文说致歉啊 然后愿意付医药费啊 他要一肩扛啊 变成林志坚 本来本来是治肩嘛 变成治疗肩膀啊 那问题是 这个对于球员的伤害 有没有办法完全复原如初 然后甚至休息时间 要常打 如果开刀要十个月 那其实我们要想哦 万一这个球场当时 是在验收状态当中 发生更严重的公安伤害的时候 一个一万人在这个球场 反而更严重的事情 林志坚赔得起嘛 新竹市政府赔得起嘛 那现在司法检调单位 就是说已经主动的检报啦 检报 现在有人在检报 现在不是都是那个 网络 检报哦 现在要分案来调查 但是大家却又都没有信心 认为新竹替检署 有办法好好的调查清楚 这个就更可悲了 台湾如果连 皇后最后的争吵 司法 都没有办法让人民相信 可以公平正办的话 那又该怎么办 对啊 我觉得昨天听到这消息的时候 我想 所有球迷真的是炸锅 你知道就是 我跟你讲 就是说 这一件事情的运动伤害 我觉得运动员 他们其实努力了一辈子 他们 从小开始这样培养 然后练球 尤其又做到国手 他其实也帮中华队 借了很多次的功劳 嗯 我说真的 其实我们国家 应该是要保护这些球员 当然 那如果说 你今天 他今天受伤 要开刀 我跟你讲 林志坚一直说什么 他要去什么负担 什么医药费 现在富邦汉将跟他说 自费的部分 你可以负责 但是你知道吗 今年是他的合约年 嗯 你有没有想过 他这个季 他这一季 可能没有办法打 他可能报销这件事情 会影响他多大 甚至一生的打球 对不对 他的 恢复了怎么样 能不能签到好的合约 没有表现的话 所以我觉得 这就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 就是 这个球场 是用我们的公堂 我们自己的学汉钱 纳税以前建出来的球场 结果却伤害了 我们国家最重视的 这种运动的国手 你知道就是这个感觉 会让大家觉得说 为什么一个公共建设 可以这么落叉 我们今天在各行各业 秦中姐知道 我以前在制造业 其实我们在很多的地方 我们所做的产品 都是要合乎规格 SOP 对你说台积电的晶片 晶片交出去 那个规格 客户跟你要求的规格 是验收标准 是非常严格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 在每一个岗位 我们都是要把自己的产品 做到最好 让客户满意 我们是一个国际化的 一个国家 新竹市也是国际化城市 结果竟然盖出一个球场是千疮百孔 而且是12亿耶 对 而且12亿 就是跟昨天其实像有报导 其实我去比较跟其他新建 跟重建的球场 其实他的经费 已经比新建的球场还要高 我说的新建就是完全从无道理 它是一个原子重建 好 那我不管 先不管他的经费 我只觉得说 你今天既然要花这些钱 你就应该要把事情做完 做好 那我问你一句话 你验收完成 你说你没验收完成 那到底是谁 这么大胆 没验收完成 就还请蔡英文总统来开幕 请蔡奇商会长来开幕 你甚至还直接开始比赛 比赛了之后 让球员在这样一个 还没有验收完成 充满危险的球场上 去飞扑去接球 然后造成受伤 是谁有这么大胆子 难道是现在的代理市长吗 网络上面大家是觉得 连照片都上不了的 开幕的时候 对啊 那你就看嘛 那开幕的时候 站在蔡英文总统旁边是谁 林志坚 站在林志坚旁边是谁 省会 时任的市长 副市长 没错 时任的市长副市长辞职了以后 竟然还回来 参加这么重大的开幕赛 那为了什么 大家就心里很清楚了 所以我觉得 政治人物不可以这样 为了说什么 我要赶这个开幕 7月22号 所以我把一个 还半成品的球场端出来 然后让大家去使用 那球迷 我跟你讲 我的脸书还收到很多澄清 就是曾经 其中有一个球迷是 他坐在那个椅子上 球迷席的椅子上 他被旁边外露的铁片给割伤 然后脚就流血 我看到我也傻眼 我想说怎么会有 离谱 反正我觉得 这个整个球场 已经列出来二三十项 就是洋洋傻傻的缺失 如果现在检教单位不进来调查 或者是说 我们像我跟 我们跟国民党 好像我自己这边 是已经准备好 监察院的书面报告 那我知道国民党 好像已经有去监察院去送 我觉得如果说 现在都没有办法 针对这件案子 好好来检讨的话 未来 我们要怎么样让国人 更相信我们的司法 或者是更相信 我们的公共建设的验收过程 或者议价 或者是监督的过程 是正确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又是另外一个码风 我相信这个代理事长 本来第一时间 他其实不是第一天 他隔天 才跳出来开机子也会的时候 我觉得他会强调是验收中 本来的意思是说 把责任好像在厂商那里 厂商没有处理好 我会把关 没有没有 我会验收的概念 来到厂商可以自己打开来 对对对 本来可能他的利益是这样 就是说 我会把关厂商 继续验收 他如果没有把后面处理好 我就不给他钱这个意思 结果想不到讲了个大白话 说了实话 说他在验收中 这件事情就是 他如果讲说 他已经验收完成 有另外一个问题 如果验收完成的话 请问你市府是谁 怎么验收的 去验收你验成这个样子 那你一定有行政怠惰 你一定有行政疏失 因为你没有验收正确 你知道吗 就且就像我们自己在采购 我们在集团采购 集团采购是我今天收回来的料 我要去点交啊 对 我点交完之后 不良品我要挑回去 我要退货啊 我要跟我供应商说 你这个不行啊 你这个IC做不好 你给我回去重新做 你这个板没开对 你要重新做 因为我是什么 我是把关我这个公司的钱 花出去 有拿到我想要的东西 所以今天如果他验收 就这样让他少少通过 他说验收完成 我告诉你 这个人有问题 他搞不好官商勾结 所以你知道他选择哪一条路都不对 就是有形式责任 他选哪一条路都死啊 所以他选验收没完成 至少人家说 好 那你的问题是在于 你验收没完成 怎么让人家进来 所以现在其实检掉 讲的方向就是 你验收没完成 那你中间有没有违反 一些采购的程序或什么 变成是走这个方向 但如果他走说 我验收完成了 不好意思 那问题也很大条 搞不好更大条 就是验收的人 这个人是谁 你给我出来负责 你为什么收了一个不好的东西 因为你验收 你钱要付嘛 所以你收了一个不好的东西 那你是不是放水 你是不是放水厂商 那所以这个也是另外一个问题 所以我跟你讲 这两件事情 不管你选哪个都死 两个相权取其情 就跟台大国发所 台大国发所一样 就是两本论文有三个人 那这三个人一定会有人挂 然后中华大学 有足科管理局 中华大学的老师跟林志坚 这三个也一定会有人有问题 你知道这几件事情很麻烦 就是在于 他不管选哪一条路走 他都一定会受伤 是 赎亲赎众的问题 对 而且最夸张是 还要甩锅给球团 我们休息一下回来 除了这个王浩宇 出来发脸书之外 现在说检掉单位要查 连球团也把他纳进来 说要约谈争败 难道他有公权力吗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以愉快的心情迎接 月30号到9月4号 可以天下午 中华大学不可能知道 有没有验收 他就是 林志坚 他的心爱的子弟兵 邀请 当然就去了 只是这个事情 宏安分析的有道理 我本来觉得 只是想推给厂商 想想 这样子对代理市场比较安全 因为这个责任 相对就比较小 谢谢 Boon Chen 雷明 佩提 Tef TT 豆豆 随风 Donic J Lee 品哲 妮妮 秀兰 大家早安啊 雨上清摇 7melody 还有 BTE21 Ted Hugo Louis 猪耳朵 早安啊 Cake Easy 傅之龙 言语 A 0963 就念到这里 你的电话号码 不念出来 大乌镇 大家早 谢谢大家支持 有任何意见 想问洪安也 欢迎在线上提出问题来 我来帮大家请教他哦 千秋万事 敬赴笑谈中 气质王小姐 浅秋 跟你一起 轻松聊新闻 欢迎回来 中文新网 千秋万事 我是浅秋 时间来到8点28分 我们邀请的是新竹市长民众党参选人高洪安委员 大家好 刚刚聊到 其实除了新竹地检署说要侦办 其实还有国赔的问题 律师有人跳出来的说 要愿意帮这个受伤的球员林哲轩来打国赔的官司 因为的确是国家的公共设施跟公共的政策 比方说你还在验收中开放球员球迷一万多人在场地 发生危险的时候 任何的疏失就是国家公务机关的责任 可是在检调单位要侦察 侦察院我是还没看到任何动作 大家整个几个委员说要去要求侦察院侦办 去了解 好那现在居然在司法侦办的程序里头 还特别配合这个网络测译 这个王浩宇 他现在也是 还要去把球团 把责任 是卫权农的责任吗 当初呢在什么验收一些建议的时候 也找了卫权农啊 所以是他们的建议做成的 这你相信吗 你会觉得扯到你想要还要 因为没有老公可以赖的时候 就要赖给民间的球团 他们有公权力吗 我觉得赖给球团这件事情真的蛮猝鼻的啦 因为其实你看喔 就一开始为什么棒球场会受到大家的瞩目 其实早在就是大概六月中到六月底那段时间 我相信不只是我 应该也有其他的委员 可能也有接到所谓的澄清 就是很多的一些球员 或者是我们讲说球团内的人 他们其实会对于棒球场现在这个状态 要在7月22号开打 他们自己都会担心 所以在我们收到澄清正在处理的时候 那时候就有新闻告诉大家说 就是卫权农的叶总就告诉很多媒体说 现在这个球场它是有安全上的疑虑 所以才会引发后来说 那我们因为接到澄清也看到叶总的新闻 其实我们尽快来安排棒球场的会刊 那我们进去会刊的时候就发现说 确实缺失很多项 所以我们还一条一条把它列出来 那好笑的是后来还被沈慧宏当时的副市长说 我们所有这些对球场的批评都是选举的抹黑 对然后后来当然就是一切都明朗了 那我是觉得说其实在这段过程里面 我觉得其实球团真的是 你可以看到他们每一次只要是有在媒体上的发言或什么 他们都表现出来就是说 他们觉得这球场应该要盖得更好 那如果是人家是这样的态度的话 你为什么会觉得是球团要这样做 好那那一天就是有一些 我们讲说侧翼也好 或者是说一些媒体人也好 他们会讲说这就是球团 球团要求的 请问一下卫权龙会要求女侧的门装法吗 卫权龙会要求他球迷席的地板 只比过一次赛就像呱呱乐一样被刮开了吗 卫权龙会希望他的球迷坐在这个椅子上面的时候 被铁片割伤流血吗 然后牛头没有厕所 对啊 那卫权龙也一定不会希望说 他们的草皮跟红土是这种状况 让他们的 像那一天其实说真的 就是很多第一场打击表现不好 那其实那一天我们会看就 林昏翰教练就有讲到说 因为他那个中外野的颜色的问题 造成说打击会被球会被吃掉 然后你最后就是造草皮 虽然说这个真的是受伤的是富邦悍将的 但是我相信没有一个球团或者是球员的球队 会希望发生这种事情 所以我觉得在护航的时候真的不要太过分 就是你像比如说昨天有另外一个绿营的车翼吧 就说什么他美国教授 然后说什么其实美国这种情况很常见 不过就是个皮肉伤 那后来也被骂完之后他也道歉 然后道歉完之后又发现 林哲轩就是开刀的问题 这根本不是皮肉伤 所以你知道整个就是荒谬 就是我觉得不要上去秀下线 就是你今天讲的话 你要自己负责任 那尤其有人又是真名在网络上面的 我觉得其实不要讲说是什么球团 你今天市政府就是主办机关 球场就是主办机关 用的钱是谁的 用公塔 你就是要负责 所以不要说什么是球团建议 所以我们这样 人家建议你去做什么 你就会去做什么吗 不会嘛 就算是拿钱的厂商 你也有监督 还有你当中市政的责任 对啊 而且你让蔡总统来 那我觉得说你今天既然都已经是政府的这些我们重要的首长官员来这边开幕赛 你今天新竹市政府他就有责任要让这个场地是安全的 是可靠的 可信的 而不是说今天最后讲说什么 啊这都是球团责任 就算今天球团要你做成什么样 你也有监督跟监造的责任 你刚刚提到的名字 沈慧宏就是你这次竞争对手 当然也就是临时间的接班人嘛 那么还总统喊错名字就慧宏 那可是这个当中呢 每一次不管你刚刚提到球团这件事情 或者是在检验他 彻翼声称什么台北市的U-bike 是他是催生者 或者是什么变桥 中校引道的拆除 是他所建议的 那么我们其实很多 之前曾经待过台北市政府的人 都知道这都是谎言一场 可是呢我看他所有的攻击 跟回应的力道 都是针对你的竞争对手你嘛 然后几乎同一个逻辑 都没有把内容说清楚 大概就是讲选举抹黑 你们这些人就在选举抹黑 跟论文的逻辑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看你刚刚自己也讲说 你连球场也去看过 有哪些问题 其实很早就提出来过 但是这些应该是有记录白纸黑字的 当时都只是说抹黑 所以他们现在能够说什么呢 怎么回应还可以接下去呢 对啊 其实我觉得真的到了选举之后 我才发现 其实大家很多不太会就事论事 那球场是一件事情嘛 就是说我明明就已经到了现场 而且我还带专业的选手 林昏翰教练到现场去 不是说好像我自己去 因为我自己去我也知道 我们毕竟不是专业的选手 不是打球的球员 对所以我们还请了专业的选手 跟我们一起去做会刊 请体育署一起来 然后就是把缺失一条一条 把它列出来之后 希望说就是我们的市政府 可以尽快来做改善 但是当然我跟教练 其实当场在现场的感觉是 这些缺失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善 我们其实也建议他说 你是不是干脆开幕赛延后算了 但当时我们得到的答案是 会回去演绎 但是后来就如同您所看到这样 就是隔天马上市府就大动作说 这是选举抹黑起手势 我觉得在选举之间 好像就变成都这样 就是我们拿出一些数据来 去说这个市政哪里 有可以改善的地方 我们提出解法 可是就会被对手说什么 这是选举抹黑 然后还会讲说什么 你是什么对新竹说三道四 然后我就想说 其实一个市府的市长的格局 应该是你要能够理解 也就是说市民对这个市政有问题 有想法 那你应该是要当作善意提醒 就像这次球场的事情一样 如果你提早去面对 直面这些问题 那你去解决 甚至是你可能知道这个事情的改善 真的来不及 那就不必要7月22号这么长处的开幕 造成这样的后果 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就是说 你的格局如果是能够去听进别人的讲 讲的这些事情 并且是自己去验证说 这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 比如说我们讲的污水下水道的接管普及率 新竹市是19% 全国平均是40% 这总不会有污蔑你的问题吗 那我们讲说比如说像学区的划分 这个问题是不是存在也是存在的 但是很可惜就是说 我们的对手就会持续的讲说 就是抹黑啦 或者是说你只是说三道四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他很喜欢讲说就是 你抹杀了辛苦的公务员 基层公务员苦心 我跟你讲我们企业对这句话就真的是觉得 你不要跟我讲说你做得很辛苦 我说真的 如果今天公务员做得很辛苦 出来的结果还是交通的不满意度高达7成2 这是负责人的问题啊 这是你政策决策的人 你要定出策略 大家才不会做得流汗 贴得流暖 你如果说你今天政策没有决定好 你的大方向没有决定好 那大家就是类死三军 所以我觉得你不要每次说好像人家讲你什么 你就说什么啊 这是抹杀的公务员 基层公务员的苦心啊 然后他还讲说棒球场 我讲的报道批评 是什么什么 类似说是毁掉 就是市民对于棒球场的期待 现在回头看一下 是谁毁掉了 到底是谁毁掉市民的期待啊 然后再来就是说你空降 你不了解高雄 对不起 新竹 东东还在 业障还在讲高雄 讲新竹 所以空降这件事情 我们来看看民调 当然这件事情对于选情的影响 高嘉瑜自己民党的委员 讲了一个一失五命 可能会 我觉得他真的是太勇敢了 他就讲北台湾的一失五命 恐怕命案要发生了 民进党的选情不妙 但是在你近期的几个民调里头 包括TVBS所做出的民调 最新的这个支持度是说 林庚人国民党的候选人是27百分比 你是第二名26 沈慧宏23 这刚刚是跟一开始民党提名的时候 沈慧宏好像蛮高的不一样 当然这个都是在这些所有的这个球场发生事情之前 但是也有网络民调 这个网络民调呢 却是刚好反过来 网络民调当然跟一般民调的这个基础不一样 但是在当中也说 你的民调数字可以高达45.5的支持度 林庚人只有21.5 然后沈慧宏只有13.6 昨天好龙兵前台北市长到我们节目上来 他直接告诉我大家说 他的研判他认为 新竹沈慧宏已经出局了 因为不管是施政能力 施政表现 那么或者是因为论文们所造成的人格 还有信用上面的质疑 已经让沈慧宏再也没有机会了 你自己看呢 我觉得是这样啦 就是说当然民调这个东西的话 不管是说传统的电话民调 或者是他是这种网络的民调 其实每一个民调 他表现的是他背后参与做的 做民调的这个选民的结构 或者是他做的方式 然后最后呈现出来的结果 我觉得这部分我确实都会去参考 那参考的时候我也会去看说 可能哪一个族群或者是 哪一个区域我们比较弱 那我们就是要赶快加强这个部分的选民沟通 因为可能这个部分就是会影响到你的一些 但是你说现在就能够拍 就是盖棺论定说我们在 11月26号开出来是什么结果 我觉得那个时间还蛮早的 就像你几天之前 你也不知道突然会掉出一个棒球场 这么大的事情 其实那时候棒球场7月22号开幕的时候 我们看到他那个阵容 我们明星阵容 全明星队 我们还想说这搞得像是民进党造势活动一样 对啊 所以你真的不知道 那我觉得在这段过程里面 应该要去思考的是 这一次的棒球场的事件 或者是做林志坚论文的事件 我觉得对于沈慧宏这个人 我们先撇开阵子 因为毕竟民进党 国民党还是有所谓的地方基本盘 这个是他的最低的就是地 就是我们讲说地板的部分 楼地板还是会有他一定的支持度 可是我们要看的是 棒球场这件事情 他影响的是沈慧宏的执行能力 行政能力 就对打了一个大问号 因为毕竟你知道 这是有点尴尬 就是因为前面的民进党 或者是媒体 或者是沈慧宏本人 都会讲说棒球场是他的政绩 是啊炫耀成这样 而且他还会亲自到棒球场 就是当然穿着跟鞋走进去 就是也让球迷们觉得 踩坏草皮 就是他在那边 就是做那个草皮的修复 拍了一张照片嘛 那其实大家就是有一个印象 就说好棒球场是你的 那这有好有坏啊 如果今天7月22号完美的开幕了 打破了一切 大家所谓的政治抹黑 说我们棒球场很差 没有棒球场超棒 那这些东西就是他的政绩 但是如果今天棒球场像这样子 拉插 那变成是大家就知道说 你的行政能力不过而二 今天你可以做出一个这种千疮百孔的 棒球场 我哪知道后面市政再交给你 市政预算给你十几亿 你会做成什么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在行政能力上面 被大家去质疑的一个很 很麻烦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沈慧宏接下来的事情 当然林志坚的论文会影响到 就是棒球场显示出来是他的行政执行能力的问题 团队不够专业 没有把事情交付完成 这一个问题也会让他在选民的心中 打了一个很大的问号 光是针对问题回答这件事情就有困难 他们从来没有针对问题回答 逻辑跳针 他永远听不懂别人到底在问什么 或批评什么 永远都是把它变成所谓蓝绿的冲突 想要回到基本盘 可是恐怕这件事情是没有这么容易可以推脱过去 那么像刚刚讲到所谓的空降 我们还是不好意思 广告时间我们还是得进一下广告 但是呢空降这件事情 我却知道说 其实你在还没有正式宣布参选之前 在新竹已经走了一年 因为我认识很多地方上的人士 不管是党籍或其他的人士都说 其实你走了这一年多的时间 因为你也担任新竹民主党的主委的关系 所以假日几乎都在那里 那么这段时间以来走下来 最后听说你自己有很多的挣扎 是因为家人的意见 那郭董当然一直都很听你 希望请你赶快出来选 那么待会来谈谈这个当中的一些关键的过程 然后你对未来的期许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这地方基本上媒体比较少 在市政上被检验的相对理论上真的是比较少 所以一旦变成媒体关注的焦点的时候 哇一下子整个检验出来就不一样了 媒体报道越多的县市满意度就越低 真的是这样 谢谢线上的朋友 也记得线上的朋友帮我们按赞哦 按赞分享一下 目前在线的朋友 记得帮我们按赞分享支持一下 有什么要问 有人说要问交通的问题 对不对 怎么解决园区的交通 还有哪些问题要问 我可以来问委员哦 所以国民党的候选人林耕仁 看来这次面对了重大的挑战 谢谢玉琴哦 帮我们按赞了 谢谢 欢迎回来千秋万事 我是浅秋 我们连线的是新竹市长参选人高宏安委员 这题又是考古题的啦 现在虽然都已经宣布参选 而且已经积极拼了蛮久了 但是真的还是要问 大家都本来以为毫无选拟 一定会参选 可是过程当中 发现你居然还有很多的挣扎 知识无法宣布哦 那当然你现在已经成为民众党 我对不起我讲的很直白 就是说这一场战役 2022年会不会泡沫化 很重要的关键的力量哦 那么也许整个 四个县市只有提名 这四个县市里头 宏安委员的新竹 恐怕是民众党最有希望的地方 所以呢 当然民众党一定也极力的劝说你 但是你却一直没有办法 做成最后的决定 虽然你花了一年多在走哦 当中是来自于什么样的考量 家人吗 还是有更多的考虑 那么最后重要的参选 最关键一刻 有人说是因为郭台铭 那你自己的心路历程如何 嗯 其实我自己 我自己的一直以来做事情的态度 就是说你还没有真的完全 呃 我自己当然我没有什么犹豫啦 因为其实对于在新竹的这一段时间 我说真的 其实呃 我应该是那个就是压力直接来的 因为大家就是很期待 那你跟很多人互动的过程当中 也能够理解自己这样子的一个没有包袱的政治人物 对他们来说 又是一个比较相对 呃 懂得新竹一些地方上 可能产业啦 或者是一些民众一些需求的人 他们就觉得你这样的人很适合来 做新竹市长 然后能够让他们的选票可以盖上我的名字 就是所以他们 对于我的压力来说是这样子来的 那所以其实我自己反而犹豫的部分 其实大概就是呃 比较在于就是家人 因为毕竟有时候就是前秋期的职业 我们之前也聊过嘛 就是说呃 有时候其实我们在重振的过程当中 其实家人是很辛苦的 真的 就我们都把时间奉献在工作上 那现在是奉献在我们的明代的身份上 那未来从事市长的工作 会奉献在整个新竹市政上 所以其实我觉得家人的尊重跟意愿 我觉得是需要一个沟通的时间 所以为什么大家其实会看到说 我可能过去在媒体上 或者是呃 在很多的一些会议上面 我并没有去拍板说 哦我就是要选 我甚至连就是讲说什么 就是呃 我怎么样在沟通的过程 我其实都不是很希望能够呃 去透露 因为毕竟我觉得这件事情 是我自己要面对的事 而且我在没有完成这个过程之前 我不希望去给别人太多的期待 那是不负责任 所以当然有一点点偏执啊 就是说我不希望说好像一开始跟大家讲的 好说哦我很 我一定要来为大家做服务 那后面如果说真的我家人的想法是说 他们可能有这些顾虑 真的没办法沟通的话 我当然也会希望说 你担心你太辛苦了 还是要 嗯 这一定会的嘛 黑暗你到这么大 不是要让你从政是这样的 我听说 也没有啦 他们的意思是说 觉得就是呃 比较复杂嘛 那当然也有会觉得说 哎身体啊等等 当然我觉得都是老人家 老人家的顾虑都一定有 那后来其实沟通完之后 哎其实大家也都 从一开始的担心 转为是知识 那甚至 最近很好笑的是 连我的爸爸妈妈都开始在帮我募款 就是你知道就爸妈很可爱 就是一开始他跟你可能说 哦这是不要啦 不要啦 哦那很複雜的 啊你很疲的 啊到最后其实我昨天 我的政治现金的专户 小额捐款上线 你知道我爸爸妈妈很可爱 还会到处去帮忙发 你知道吗 就说哦 这真的我女儿的 所以我觉得其实是一种温暖的感觉 而且你尊重 你尊重家人 那其实家人也会同等的去帮助你 所以这过程是这样 那至于郭董 我觉得郭董有点像是另外一种的家人 就是其实他是 自始至终 他就是用一种长辈的关心 然后关心你说 你在这一段过程 你进去选取 那他自己也选取过 他知道这个不容易 所以他也会跟我讲了一些 他的想法跟建议 那他后来其实也就说 反正你如果要选 你家人也同意 那我就支持 其实他就是这样告诉我 那他就出国了 所以我觉得在这过程里面 我感受到的都是 对于长辈的尊重 跟对于他们的关心 我怎么样让他们放心 而不是说好像 就是像外界讲的说什么 因为对手太弱 还是因为郭董不放任 都没有这些事情 当然外界也很多的传闻了 其中包括 有些是期待 有些是传闻 就是说这个2024郭董 很有机会再出来再战 那么先让高宏安子弟兵 先卡一个县市长 到时候好 阶段性的再来选总统 这个部分 你没有曾经讨论过 对于2024的规划吗 老实说跟郭董是完全没有 但是这一个剧情 现在在很多地方 大家都有这样子想 就觉得说 如果说年底 就是高宏安在新竹这边 有确定就是说 当选了 那对于2024郭董要出来 参选总统 就变成是好像他的子弟兵 在政坛上有一个 能够帮助他的角色 这确实是外界有很多的一些 就是对于这一次的选举 有一些联想 对但我还是 还是必须要老实的说 就说其实我跟郭董 真的都没有讨论过 什么我选上新竹 然后他来选总统 我帮他都没有 就是郭董目前为止 其实他说真的 他对于选举的概念 就是其实就是 他以前选过 那他现在就是觉得说 他其实透过 这样的身份 不管是在买疫苗 或者是处理这些 家用的PCR筛检机 其实他觉得 他可以为台湾做很多事情 那当然我觉得 2024的事情 现在太早 谁都说不好 可是年底的选举这件事情 他基本上 他现在目前的表态 就是说他是支持这样 但你个人认为 如果到时候 不管郭台铭 或是柯文哲 早就已经宣布 也是你们当主席啊 那么2024的话 会是怎么样的组合 昨天被柯文哲说 反正侯友宜一定会出来选啊 然后说不定是 还有人说是 柯侯佩呀等等 那郭台铭 你自己的想法 或你们柯主席 2024这个局该怎么走 你自己有自己的想法吗 嗯 对于我来说 我其实就是把 现在在我身上的事情 或者是我现在面临的 选战做好 那至于说 2024到底是谁谁配 其实现在 我就讲的最简单 像新竹市 我相信那一年前 根本没有人想到 是沈慧宏要来 要来比这个赛 所以有些时候选举 这种东西都是瞬息万变 而且我相信 今年年底的选举选完 一定也会影响到 2024的布局 如果真的像高嘉宇讲的 就是一尸五命的话 那民进党内部也会大地震 嗯 所以你说在 那个2024到底是谁出来选 那也有人说朱立伦一定会选 也有人说侯友宜一定会选 那柯文哲是 最早就自己举手说他要选 那我觉得在2024之前 要怎么样去 他们要能够评估自己的力量 自己自比百战百胜 想出一个最对大家都好的方式 我觉得那个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谈 对 那至于郭董就像我刚刚讲 他其实现在并没有特别去布局什么 或想要选举什么的 嗯 那柯跟郭本来在之前大选初选 民主党成立过程当中 我听到啦 有一些这个当然合作 后来当中也有一些 呃不不合 比如说不合 就是可能包括经费使用 或是怎么沟通 怎么理念的方式 也不一定是完全一致 但是这些呃沟通的呃障碍 或者是说合作的这个问题 都解决了吗 现在呃郭台铭也会全力支持民众党吗 其实我想当时郭董他决定不选的过程 其实也是他自己评估 他并不是说什么 好像跟柯文哲 就是呃如果有一种情况是说 郭台铭去选 然后他不跟柯文哲合作 那才会有刚刚讲的问题 就是郭柯两个人可能理念不合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是郭台铭自己决定 就是说他不选了吗 那并不是说他对柯文哲有什么意见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先讲 就是说呃郭台铭在2019年 他选择不选这件事情 其实并不是说好像对柯文哲不爽 这个当然没有 而且甚至他后来其实也觉得 哎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受到一些帮忙 所以为什么他选完之后 他决定不选之后 他其实也把我推荐给民众党 担任部分区的立法委员 这是一个过程 那你说现在就是2024 他们两个还有没有机会 我觉得想象空间很多 但是说真的 其实不到选前其实也不知道 而且就像钱秋姐讲 就是年底到底选举的结果 民众党会走向坐实了国内的第三大党 还是他有可能在地方选举上面 有一些问题出现 而造成他的未来党的走向 会是怎么样 我觉得先看11月26号的状况 你才有办法去知道 在2024年总统大选的时候 他的确定的一个国内的政党 政治的形态长什么样子 如果民众党够大 那当然柯文哲就可能会 他可能会有一些想法说 我今天可以去跟找一些其他人来合作 或什么的 但如果说今天民众党在年底的状况 是比较相对来讲是视为的 那当然他也会去考虑 我觉得这都是很理性的推断 但是就是看年底的地方选举 本来想多点时间给你讲 你对交通或者是新军政策 因为现在有朋友在问 交通园区上下班的问题 剩一点点时间了 至少先告诉大家 你对于现在选情到现在 高嘉宇说一失五名 有人说这个陈慧宏已经出局了 你自己觉得呢 现在是从参选以来 最有信心的一刻吗 有信心赢 这个信心有多大 然后最重要的关键的政策又是什么 我觉得新竹市是一个蛮特别的地方 因为在选举的这一个选民结构上来说 他应该算是我们在讲 非蓝绿的政党最有机会 可以在新竹市能够取得好成绩的一个地方 因为其实过去我们看到了说各个县市 那我们先不要讲台北好了 就其他的县市来讲的话 那部分还是会有相对 传统的部分还是比较多 就是说政党的这些 能够决定的部分比较多 那新竹市我觉得是相对来讲 大家可能对于政党比较没有那么的看重 这其实也是民主极致的一个素质的提升 就是说大家其实是选人不选党 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来讲的话 就是如果说在这样子的一个商品的比较 竞品的比较上来讲 我觉得我是非常有自信的 但当然如果你讲到说要走传统政治的老路 说要去就是说很多那些什么 我们传说中听到的条啊咖啊或者什么 那个部分确实我是不擅长的 所以我觉得在这一块的话 就是我自己也要去补强这个部分 所以当然外界会很多人都跟我讲说 什么啊你这个就是很看好你啊或什么 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要自己知道 自己不足的地方 那去补强 那至于市政的部分 我们也已经召集了各个不同的市政的专业团队 那我们已经都开始在 就是把出版的市政白皮书其实已经写好了 只是说这个内容要怎么样再去 在地方上面去开座谈会 或者是再找更多的专家来精进 甚至可能不排除就是 在现场做会刊等等 这些我们都会慢慢的来 一步一步的来去做这样 你有没有个竞选主轴 你要打造一个怎么样的新竹 嗯我想竞选主轴的部分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希望的是 新竹市 第一个当然就是说 我觉得对我来讲 我最特色的地方就是国际化这件事情 我们怎么样让新竹市它成为一个 可以跟国际接轨的城市 这是我觉得我这边做起来是比较 跟其他两位候选人不太一样的地方 可以去做到 那第二个当然就是说 我们在新竹市的科学人区 还有传统的这一块旧城区的部分 要怎么样来做一个 就是我们讲说区域更加的共融 而不是说好像偏重某一个区域的发展 而忽略了其实新竹有很多不同的区域 它其实也都有值得发展的地方 所以区域更融也非常的重要 那第三个当然就是我们的永续发展 我们所谓永续发展就是 我们要重视的不是只是在这个市容的美化 很漂亮的城市 但是金玉其外败叙其中是不对的 所以呢在过去可能在中间内涵的部分 公共建设的部分 稍微是被进度上面是比较落后的 但这个影响到的是生活品质 你的空气污染你的水污染 甚至说你今天在这个环境上面的交通的基谱建设 这些事情都需要好好的来把它整顿理清 而不是说今天大家看到很漂亮的公园市容 大家当然心情很好 谢谢委员不好意思时间到了 祝你早上 好的 谢谢 林爆姐拜拜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